财经APP 您下一所收听的是 中央国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下一所进行的单元是我们和科技新报 合作企划的科技新报 拥抱科技的单元 将会为各位听众介绍全球最新的科技财经 或是网路等相关的新知 让听众朋友也能够与时俱进 而今天与我们共同关注的特别来宾是 科技新报的执行董事林苍明 苍明你好 你好大家好 苍明今天我们从什么样的类型新闻开始 最近就是印度的手机市场很热 我们就是稍微提一下印度的部分 刚好就是鸿海他们也要去印度投资手机工厂 这新闻都有报道 我们来看印度为什么它会是新的市场 是因为我们知道大陆手机卖的很不错 可是印度它的最新的手机的买气还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是一个潜在市场的标的 对不对 他们最喜欢用的手机是Nokia的 那种没有用没有智慧型的手机 就是原来我们最早使用的那种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现在的智慧型手机伸透率有到今年 已经2015年了 已经智慧手机已经发展了五六年了 他们才35%而已 所以它还有65%的市场可以开发就是了 你说台湾现在几乎大家人手一只 对对对对 可是印度是没有的 哇这个市场看起来很大 对因为他们的特色就是他们的价格非常低 去年卖的手机有40% 他们的价格都在100美金以下 也就是3000块台币以内 是 所以应该是在那边低价手机会受到比较大的欢迎就是了 Firefast手机 Ubuntu手机 就是那种 别的自然性手机系统 去的很便宜 那种其实在那边是可以卖的 OK 就跟电影业者合作 听说苹果的二手机 在那边抢了一塌糊涂 对 因为它们要便宜一点 那苹果手机对一些人来讲 是还蛮好用的 哇 所以呢 二手机的市场 也在那边也算是不错就是了 对对对 哇 所以这样子的话 那印度市场 不是就是大火拼的一个战场 所以说他们会推出很多高规格 低价格的手机 就是说CP值很高 因为好像在那边其实都会去 那里做很多竞争 哇 看一下印度这个真是一个超级 一级战区 将来的一级战区 对 不过呢 这个跟台湾好像有些公司 有些关系对不对 对 像联发科他们就去印度 就是卖晶片 所以低价手机的晶片 大部分是联发科的哦 对大部分是联发科的 然后百分之十是高通 但这个东西其实会变 就是说明年后年可能 中国手机晶片的市占率 就会提高了 因为他们可能跟大陆 印度的电信业者 会自己客制化手机 是 他去找大陆的厂商代工 那大陆手机现在越来越强 那他们自己也有 自己的手机晶片 那联发科他这一块就是说 它的市占率可能会下降 是 但是总量会提高 对 就是说那个量会变大嘛 变成说这个 饼很大 所以大家一起来赚 但它不会再是独占了 所以这个换句话说 应该也就是所谓的 红色供应链了 对 哎呀 这个没有想到台湾 不仅在台湾这边受害 连印度也受害 不过那一块饼真的太大了 因为是在成长 所以其实还好 是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在 一个城链市场受害 那可能就影响就很大 是啊 因为城链市场里面 卖的量其实是一样的 不会爆炸成长 是 不过我要问就是说 这种平价手机到印度 会不会有一天也会翻转呢 就是说 这个 他们渐渐会需要比较 真的比较高端的东西 我觉得有点困难 OK 因为印度跟大陆不太一样 是说 印度的人均的GDP更低 大陆是整个都富裕起来 那当然还是很多人很穷 可是其实买得起手机 其实蛮多的 是 可是在印度 我觉得这种情况 可能还要好几年 不过你刚刚讲说 那边嘛 就是一百块钱的手机 对不对 嗯 一百块美金的手机 对 虽然是一个主力的 这个标的物 商品 对不对 不过听说 好像有些人 这个一百块钱美金的 这个手机 好像在那边是受挫的 对不对 对 Google连价手机 在那边好像吃不开啊 对 就是要跟当地的服务 能够 每群 能够配合才行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 印度他们的那个 市场的发展会是说 跟手机的这个 服务很有关系嘛 那你的服务 一定要跟当地市场 能够有合作 可是Google的话 它变成说 它的那个竞争力比较低 一些服务可能没有在地化 然后它的那个 手机的需求 没办法满足消费者 这个对创新啊 对功能的需求 你跟其他台湾的手机 比起来就缺乏那种吸引力 你讲这个东西 是不是让我想起以前 刚开始买那个胖 有一个牌子嘛 就对 PDA 对对 那个PDA 哇 你的温度现在都快忘掉了 那时候PDA不是很红吗 对 那胖呢 那个时候在台湾 很多人也想买 可是呢 到最后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它有问题的话 你必须要打电话 打电话跟服务电话 是在新加坡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 怎么这么麻烦 就觉得说 你要通路上的支持才行 是 所以就觉得 哇 这个实在是太麻烦了 我就觉得后来就觉得说 下次我要是买PDA 我绝对不会买胖这样系列的东西 所以 这感觉 好像Google 应该也是碰到类似的状况 是不是 对 所以说其实它应该要 选一家电竞业者 跟它合作说 我就给你两百万只 多少钱 讲好 然后销售 维修都给它们弄 让它们赚 然后就弹好就好了 是 因为苹果也这样做 苹果它现在把台湾的 那个维修体系 改了 这应该很大 本来是给电竞业者维修 对不对 它现在全部都改成有 可能 红海的体系维修 是 那就是电竞业者 就不能赚那个 修苹果收集的 对啊 可是这样子 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讲 是比较方便嘛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这也是便利性 所以这个战略上面 恐怕还是要这个 多多考量 对 因为它们的工程师 思维比较重嘛 当然了 比方说在美国好了 它没有差 我说都是网购的嘛 是 它们好像也是在这一套 对不对 对 美国的话是用这一套 因为它其实它可以省 比方说 我一台手机是 三千块钱好了 如果我通过网购出去的话 因为我可能收到的钱 是比较多的 是 那我今天给那些通路商 他们都要赚啊 所以我可能只能给它五折或六折 是哦 那我收到钱就变少了 那美国会发现说直销是好的方式 可是在其他国家可能就不是 因为这个维修服务体系的问题 对 然后大家都要赚一票 就是说会 砍一砍之后你就很难跟他说 我还是要这么贵的价格 不行 哎呀 所以告诉大家 最好这个饼够大 大家都有的分 我这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难为 对 如果说不要是大家分的话 就是要那种网购非常的发达的国家 是 比方说像美国跟日本就是 是 他们其实都直购就好了 然后维修他们就是跟一家公司签约 是 比方说 我乱讲好 日本的站棍好了 它变很多的对 那我就跟他签维修合约 那你有问题就拿到财团去修 是 其实这样就很可以 然后平常都是透过网路来买 好 看样子 反正就是Google这个战略要做修正 对 否则的话呢 刚刚讲嘛 一级战区 恐怕逃不到便宜 对 就算是用网路直购也逃不到便宜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讲音乐的部分 是 那种音乐可能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说苹果出了这个F4 Music 是 然后日本跟韩国的那个Line 也出了一个Line Music 对啊 我们上次才讲说 Apple Music会被打扮Spotify嘛 对 但是它现在价格出来之后 已经对K-Bus造成影响了 真的吗 已经有看到数字了吗 台湾版的价格是150块啊 是 这个太震撼了 那其实 我们上次讲就是说 它可以听的人才比较不方便嘛 那可能就变成说是 会去用的人就蛮多的 我听说Line Music啊 只要500块钱日元 500块钱日元 那折合大概才100多块钱台币而已 年150都不到 对那个对于说很喜欢日本的 流行音乐 就很有吸引力 是是是是 对像那个Mine TV也是嘛 喜欢看韩剧 他可能看Mine TV可以看到最新的 对 这也愿意是付钱 所以说其实Mine它是一个 日韩合资的公司 所以说他们对日本跟韩国的流行产业的爱好者 就会喜欢用 所以你要是这个日剧迷 或者是韩剧迷 或者是说对于日韩的流行文化 或者是音乐非常感到兴趣的话 Line Music或是Line TV 就是你蛮好的选择就是 对对对 如果都是全球啊 又喜欢台湾 或是说各种音乐的话 是 Apple Music可能会是未来的 就全球性的就是 OK 但是我要问一下 就是说 Line TV好像到现在还没收费 对不对 对还没有 是是 它还在养群众养鱼啦 对 因为这种现象串流的平台太多了 是 所以我觉得这要花比较长的时间 OK 但音乐的话 大家愿意付费 对 你很奇怪 音乐大家很喜欢付费 可是串流影音 其实愿意付费的人比较少 真的吗 真的有点奇怪 上次也是看到一则新闻讲说 阿里巴巴也要搞这个东西了 对 它做一个阿里音乐 因为他们就是 像腾讯有QQ音乐 是是是 然后大陆的什么 酷狗音乐 嗯哼 然后还有那个 阿里音乐它把那个 夏米音乐跟天天动听都收购了 是 然后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阿里音乐其实会蛮强的 然后还有 百度音乐 嗯哼 热视音乐跟网易音乐 嗯哼 好几个 是 所以这几家是这个 在中国大陆上面 比较具有竞争力的 对对对 数位串流的公司 对不对 对 那他们就是在抢版权 呵呵呵呵 就我上次讲就是KTV那种感觉是一样 对就是说 每一家都不太一样嘛 那阿里音乐它的缺点是 它的那个版权的库不够大 是 它盗版的就比较多 哦 盗版的比较多 那不会被对方告吗 现在就是它的很大的问题 是侵权会有问题 是哦 所以就是它的对手啦 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什么酷狗 对不对 对 嗯 酷狗 然后还有什么 呃 腾讯吗 对对对 他们这三家就已经占了 百分之九十的音乐版权 哇天哪 对不起 我一定要问一下 他们收费状况怎么样 应该他们也是用收费的嘛 对不对 对对 OK 那所以当然一定到阿里啊 呵呵呵 我 我去买版权 然后你来用到版 那会不会太夸张了 对 而且哦 腾讯跟酷狗现在合作了 啊 哦哇天哪 两家的音乐可以互相说 就也像什么当初那个KB一样 呵呵 对 哈勒迪跟那个 钱贵就合作了 是 那那个版权 他们就是几乎绝对 涯导性的优势 哎 他这样合作哦 如果在台湾的话 应该会被调查吧 哈哈 应该会 但是 那个时候那个就是 那个 那个钱贵跟那个 好乐敌 对好乐敌啊 对啊 所以他这样合作没有问题吗 你看刚刚讲说 这三家就90% 哎 哇太可怕了 对就蛮可怕 所以 大陆可能 因为他 但是夜菜都是巨头嘛 是 他们不会说 不让他这样做 哎呦天哪 我是说 这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现在的版权 问题在中国大陆 应该是问题 还蛮严重的 不过 我一想问 这个中国大陆 现在使用者付费的 这样的观念 已经都 通通都已经 建立了吗 大部分都还会是盗版 可是 愿意付钱的人的比例 他其实只要一点点 他总数还是很多啊 就是母体很大啦 对对对 所以就算是 愿意付钱的人很少 但是看起来 那个量也是很可观 就跟那个手机游戏一样 大陆也是 很多人就是玩免费的嘛 可是还是很多人玩付费的 OK 那光那个付费 就已经可以 够撑起他们一个 可怕的产业 真是的 这几百亿的市场 是是是 反正这个 看起来应该是 蛮可观的 就算是他不收钱 他也可以卖广告 对对对 所以广告的效益 也是非常大 对因为那个 实在是太大了 天哪 所以这就是 这个上次 从那个Apple Music 告诉你 这个数位音乐的串流 时代真的已经来临了 看看中国大陆就晓得 我们那天 还在一直在买说 现在到底 我们人来买CD啊 以前是想说 欸有没有人在买LP啊 黑胶 现在在问说 有没有人在买CD啊 CD真的已经 冲突末入了吗 只成为 珍藏音乐者的 这个人 爱好者的 可以买的东西了 不晓得啊 这要看看 这都应该会这样 是是是 要看看后来 后续的发展嘛 OK 好 接下来呢 那就是太空上网的议题 其实我们知道 在太空站上面 其实是有网络可以用的 说实在的 我真的不知道 太空人还可以上网 对 因为他们其实 跟地面传输 会需要很多资讯通通嘛 这个已经有了 那只是说 他们现在也让他们 可以上网 那这个上网 是在五年前开始用的 OK 可以很同步的 这样的使用吗 不能 它的速度很慢 譬如说我 我很好奇啦 我在地球如果说一句 哈喽 它那边会lag吗 lag很久才听得到吗 哦 不会 它速度还是很快 可以看得到 OK 但是就是说 它不会是 就是几秒内这样子 对 比如说 它需要可能几秒的时间 哦 真的 这科技实在太可怕了 那所以它现在这个 这个状况有改进吗 像你刚刚讲说 速度有点慢的这样速度 现在是希望 可以改进 因为他们现在看一个影片 看那个速度 都比我们用上网 搏接时代还要慢 对 就是比搏接还慢嘛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要 透过雷射资料传输系统 来改善这个效果 所以这样子 太空人在 在这个太空上面 比较有事情做 对 不过它那个 它那个delay 就是说 速度比较慢的原因 是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 传输的这个技术啊 是 跟它使用的那个平款 是比较老旧的 不是因为距离的问题 它透过这个卫星来传 就我们知道卫星传的话 就是说它会有平关的限制跟问题 然后它的这个 它可以传很多资料 可是它要花很长的时间 那它的容量就是说 会有会卡住 所以它其实速度就不够快 那它是希望用雷射资料来传 因为雷射是一种光嘛 它可以比较快 是 你只要接收的时候 能够接收到就好了 那就可以把 跟画质影片传下来就比较快 哇 所以这个未来 速度应该会越来越快啦 对对对 太空人比较不会这么寂寞 还是在那边抱怨 好笑哦 对 它还说它这个 这个太空人蛮有趣的 还跟飞来号打招呼 对啊 OK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哇 那就是那个 一样是太空相关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知道航太空是叫SpaceX吗 是 它指引长是那个Elon Musk 就是现在版的钢铁人 嗯哼哼 他在两年前 他提出超高速的管道列车 是 叫那个Hyperloop 嗯哼 现在已经开始开发出来了 哇 在明年就要改第一条测试的管道 是 这个听说这个高速 这个超高速 这个管道列车 被视为是火车 汽车 还有轮船 跟飞机 这四种现代化交通工具之后 最具代表性的这个交通工具 对 哇 他们光这个报告就写了一百多页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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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就是巨细名移 他们的技术 跟他们的发展 还有可能性 是 它的理想时数是 一千两百二十公里 有没有这么夸张啊 就是超过因素了 太夸张了吧 这样人在里面受得了吗 受得了啦 因为他们有一些 技术可以达成 但他现在测试 只是用三百二十公里测试 就跟高铁一样快而已 哼哼哼哼哼哼 不得了 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啊 这就是一个管子里面 就是把那个列车 是放在一个管子里面 这样子进行这个 对 真空式的 这样的 然后它的速度就会变坏 是是是是 哇 这个价格呢 我现在最好奇的就是价格 它现在已经有人投资了吗 对 现在投资 它预估要花一亿美元来盖这个测试的线路 只是测试线路哦 对 请问测试线路多长 测试线路 好像没有这么长 八公里 谢谢 谢谢再联络 没有啦 测试嘛 对不对 对 测试 哇 天呐 它在今年的第三季就要公开募资 是是是是是 然后可是 然后就用成本去估算 如果用一样成本 就说它没有最佳化过好了 是 以外现在那个价格来看的话 从LA到座音山 要645公里 嗯哼 就要花80亿美元 天呐 80亿美元其实是 两千多亿 老实讲跟高丁比起来其实还好 可是很奇怪 这个我是不知道这样的这个新型的交通工具到底接收度如何 但是我知道现在美国也在开始盖高铁了耶 对对对啊 那如果现在盖了高铁这个还有市场吗 有因为它速度比较快啊 它增工的话它最高速可以到1200嘛 是是是是是 光900也了不起 好啦我们 那我们要看一下它那个8公里 8公里做出来之后呢 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到1000 1000 1020嘛对不对 11220 哇1220啊我的天啊 太快了吧 对对因为它被当成是第五代的交通工具嘛 然后它也希望缩短货运的时间 比方说有些东西可以用更快用 可能很多城市都可以这样用 是啊哇 但是有地震带的地方可能不行 你说台湾吗 台湾我觉得很难 哎不过你想一想 如果台湾真的可以用的话 从南到北300多公里 按照1220的时数啊 哦对很快啊 不是20分钟就可以从台北到高雄了 嗯 这太恐怖了吧 比飞机还快 哈哈哈哈 挖飞机 哈哈哈哈 但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有地形上的一些限制啦 是 相对是要比较平坦的 是是是是 要把它这样做 而且它这个要维持真空 我相信它这个技术的门槛应该蛮高的 这个不是一般的公司能够做的东西 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8公里 到底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样的模式来 明年盖哦 嗯哼哼 好啦拭目以待啦 对啊 2018年就可以开放民众大臣 是是是 很多人讲哦 只要能够解决交通问题的话 那个人一定可以当总统 哈哈哈哈 对啊可以啊 哈哈哈哈 所以交通问题一定是大家头痛的问题 对 然后因为它是 因为在美国做嘛 是 它等于是美国做好一个 一系列的系统 嗯哼 就是从纽约 你要一直往西 其实它是由非常非常好系统来做 是 就整个美国都会用这个 这个hyperloop去扩展他们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速度 哇 这个哈哈哈哈 我话不要说这么糟 哈哈哈哈 嗯哼 好我还是看看现在他们高铁能不能盖好了 已经招标了嘛 一个好像一个是给中国大陆 一个是给这个日本 对 我们两个还蛮平均的啦 我们先来看看 它这个国内的这个交通 可不可以把它搞好 好 今天就非常谢谢昌明带来的给我们最新的讯息哦 也希望下周可以听到昌明带来更多不同的讯息 谢谢昌明 谢谢谢谢